其實中國限電的這個危機 背後也傳出來一個陰謀論 就是說中國為什麼現在這個限電停產 很多我們知道 包括了這個Apple 包括了Tesla 他們現在很多的主要供應鏈都停產 他說因為我現在沒有貨 可以供給你的時候 我當然就可以抬價 我就有高溢價的空間 而且我可以拉抬我中國的 這樣的一個這個身份跟地位 在供應鏈上面 那另外一個也是變相的 我輸出通膨給你美國 我送你美國一個通膨大禮 背後傳出這樣的一個陰謀論 那就在這個時間點 剛剛好孟晚舟也這個被這個放出來了 關了這個軟禁三年 那也有人講說 其實還蠻講看法不太一樣 有人認為這表示 像共和黨就批這個拜登 你這根本就是跟中國低頭 可是這個另外一方面也講說 其實釋放孟晚舟 對於這個美國抗中的這個策略 是完全不受影響 那老師你的看法呢 他的限電是限到九月底 限電兩個禮拜左右 這樣就會帶來通膨 你如果要輸出通膨的話 你起碼要撐一陣子 才兩個禮拜就會造成通膨 不過今天有消息說 可能到明年三月 如果到明年三月的話 那可有可能啊 對不對 你現在目前看 目前的消息是說限定到月底 然後後來十月一號是國慶 長假 所以利用這陣時間 可能有一些工程要趕工 要集中用電 也許就是說重新配置一下電的使用 不過輸出通膨這個 這個是自嗨的說法 你要真的輸出通膨的話 你就持續性的 讓中國的製造品缺貨斷鏈 這樣才有可能造成這個通膨 光是兩個禮拜的那個限電 就要把它收成是要輸出通膨 太誇張了 那現在是這樣子 就是過去這個週末 三件大事 除了國民黨主席開票出來之外 就是一個中國限電跟孟晚舟放人 那其實後面發現這個孟晚舟放人 跟這個中國限電 說不定有一個連結 中間會有連結 就是我們知道 九月十號拜登不是打電話 給習近平兩個人通話嗎 對 通話當中 他們在談事情 其中就是涉及到這個交易 就是美方撤銷 對孟晚舟的引渡要求 結果結論就是放人 然後交換習近平這邊 在氣候變遷 減少碳的排放 這邊做出一點動作 做出一點成績 那拜登就可以回來 對他的左派支持者有一個交代 民進 民主黨 還有一些綠能的環保的 就是他們會傾向於這個重視氣候 變遷這個議題 那那個拜登說 你做一個樣子 做一個成績出來 對不對 讓我好去跟別人交代 然後你要的東西 我們成交嘛 對 所以就是談的內容 裡面有涉及到這個部分 說實在話 人質外交是美國蘇聯冷戰時期的產物 現在雙方做成人質外交 等於在默認雙方是冷戰狀態 孟晚舟回去以後 中共會想 你到底講了多少 你洩漏了多少機密資料出去 因為孟晚舟絕對不是只有華為 她還有別的事情 然後呢 孟晚舟一定會說 沒有沒有沒有 我沒有講多少出去 對不對 那問題是中共不是在內 大宣傳說 孟晚舟不認罪釋放 對 所以是中國外交的勝利 有沒有 舉國翻騰 關起門來以後 中共會問孟晚舟 你憑什麼不認罪就可以釋放 你是不是講了什麼東西 讓美國很滿意 美國決定放棄引渡以後 一定做得很漂亮 很大氣很乾脆 不刁難你 那你放你走 你看看過程很爽快 放你走 然後很多人就會說 美國認爽 美國胡軟了 對不對 然後中共會宣傳 我們外交勝利 中國是大國 所以美國要配合中國什麼什麼 可是關起門來 中共會問 你憑什麼不認罪 就讓老美把你放出來 你是不是講了什麼東西 而且習近平一心這麼 那麼重 對 所以美國 因為跟蘇聯有很多間諜交換的經驗 他知道中共的這點盤算 所以他不放則宇 要放的話 放得很乾脆 很大氣 不凍然 全部照程序走 然後後來就直接放了 放了以後 中國大使 趕快很快把他直接綁到機場 直接上飛機 然後北京那邊 兩個加拿大人同時也放 同時起飛 沒錯 所以擺明了就是人子外交 可是老公不曉得這一點 美國完全實現了他要追求的目的 原來美國根本沒有要引渡孟晚舟 美國演這一出 因為下個月 加拿大的引渡庭就要結束辯論 要判決了 如果判決引渡成功的話 那孟晚舟還要到美國來走 那個法律程序起訴答辯或幹嘛 甚至於孟晚舟也可以在加拿大申請上訴 那這樣拖時間不符合美國的這個利益 美國因為下個月要判決了 所以這個要把他了結 那美國知道中共有這個盤算 所以他放的時候 一定放得很乾脆 然後現在中共 美國為什麼放 是因為美國根本不是要打孟晚舟這個人 而是打他背後的華為這個企業 所以他拿孟晚舟的供述 孟晚舟承認檢方所提的那些犯罪事實 但是他不認罪 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可以不認罪 美國可以接受 因為美國現在沒有正式起訴他 是延後起訴 到了明年十二月一號以前 如果沒有在犯事的話 那個時候還正式撤銷起訴 結束這個起訴 所以這段時間還沒有 暫時還沒有起訴他 那當然就沒有認罪的問題 我如果起訴你的話 才問你說你到底 我現在沒有正式起訴你 所以你可以口頭不認罪 但是你承認那些犯罪事實 那美國拿到這個證詞以後 還說有沒有人逼迫你 沒有 你是不是跟律師討論過 看過了 對 你簽這個協議的時候 簽字的時候 有沒有人胁迫你 還是你是自由意願 全部是法律上的要件 所以孟晚舟的那個承認 具備法律上的證據的這個作用 美國就拿這個證據來打華為 美國要打的是華為 不是孟晚舟 所以用引渡孟晚舟取得這個證據 有法庭效力 然後就把孟晚舟放了 放了結果還產生幾個效應 第一個兩個加拿大人回來 那加拿大人說我是應你的引渡要求 結果我現在背鍋對不對 現在人回來了 加拿大高興 美加關係緩和了 第一個 第二個 匯豐銀行很高興 為什麼 因為如果引渡到美國的話 匯豐銀行要出庭作證說 當時孟晚舟騙我 現在不用出庭 那國際銀行的話 都有責任保護客戶的隱私 最好不要去什麼什麼上法庭 所以美國不引渡以後 匯豐鬆了一口氣 那以後國際金融機構會知道 美國還是會照顧我們的 會保護我們的 再來一個最後一個 既然中共是流氓性格 把人綁架起來做人質交易 那所有西方人在中國或香港的 小心一點 你可能變成人質 你可能會被綁架 會被關 然後到時候人家哪裡來做人質交易 所以很多人會考慮到現在 不只是智慧財產權被竊取 你的人身安全也有問題 所以更多的人會開始 撤離中國跟香港 因為川普要人家撤 脫鉤 結果很多企業跟個人 都還沒有脫鉤 還在抗拒 現在看到這個人質 用綁架來解決這個問題以後 很多人會覺得該走了 所以美國不是要跟中國脫鉤嗎 現在的話 很多人就看到 確實有脫鉤的這個必要了 因為中共這種這個不確定性太高 可信度太低 用綁架來解決問題 這不是流氓國家是什麼 所以美國這一次操作的話 實現了美國要的目的 而且其實無形中 倒打了中共一把 然後中共可能沒有看出來 他被美國忽悠了 而且老師你說這個孟晚舟 將來可能處境也非常的危險 不要以為回到中國就過關了 對 這個就是說 中共對於那個回來的人不放心 你到底有沒有跟我說真話 對不對 而且孟晚舟可能還管到 其他的事情 譬如說他他是管財務的 他說不定幫中共高層的某些人去處理海外資產 那到底你給我做了多少 你共處了多少 你就是說孟晚舟可能不會被中共這個當局信任 所以萬一將來有一天中共要滅口風口 他說不定就猝死 或者什麼樣情況誰知道 就是說他在加拿大還有自由 中國沒有自由 他被看管了 那從中共重視孟晚舟這邊還可以從一個地方小地方看出來 他在深圳落地以後來接機的人不是家人 你看兩個加拿大人回來的時候 加拿大的總理接機以外 他們的家人會去接 孟晚舟每一個家人都沒有 接機的兩個人是誰呢 一個廣東省副省長跟深圳市的市長 這兩個人的位接是副部級 副部長級 那據說本來就有傳說孟晚舟 因為華製輩的企業 華為這種華製輩的企業是軍方的 那華為當初是幫軍方做通訊器材起家的 所以合理推估華為是軍方的企業 然後是國家安全部門的那個位置 所以有人猜測孟晚舟應該是高級特工 級別就是副部級 為什麼 因為他爸爸是正部級 是 任正輝是正部級 所以孟晚舟可能是副部級 這種猜測看起來應驗 就是說因為去接孟晚舟的人 是副部級的官員 所以從這裡看出來 孟晚舟可能有其他的任務 或者角色 所以不是單純的一個華為的財務官而已